大家好,我是Data, 今日来到雅兰中心试试这间乐天王朝, 今次来乐天王朝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星期一至日,现在在做三点至五点的六节优惠, 所以想试试食物质素及六节之后的价钱是否值得, 是这样的,进去之前先介绍一下交通路线, 要去雅兰中心就很简单, 我们在旺角地站E一出口出, 一出来就会见到雅兰中心, 入到商场之后就上二楼, 上到二楼就会见到乐天王朝, 虽然平日现在是三点, 但都有几多的客人,虽然现在就未满, 但我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说是吃什麽, 所以环境都比较吵一点。 我就坐了一张二人桌, 其实桌子不算很小, 不过它比较多纳杂的东西, 所以剩下的空位都不算特别多。 乐天王朝如果大家看我们频道很久, 我在深圳介绍过一次, 在深圳它的名字叫做乐阴王朝, 在香港就叫做乐天王朝, 原本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乐天王朝是吃上海东西, 杭州东西那些, 其实它不是的, 其实它是南北美食都有的, 不过我见到它比较多, 就是小龙包和生煎包这些食物, 乐天王朝是落天饮食集团的, 其实这个集团它有很多品牌, 有十几个品牌的, 现在大约在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的, 而这间乐天王朝它的招牌菜就是八色小龙包, 我在深圳吃了一次, 我就觉得八色小龙包创意就有了, 但味道就真的相当参差, 如果大家真的来到吃东西的话, 我建议点回原味小龙包就会好些。 而上次我在深圳吃, 我觉得那间餐厅的性价比就很高, 而且这些食物是很有心机去做的, 特别是这个萝卜丝酥饼, 做出来我觉得又好吃又漂亮。 虽然乐天王朝就下午茶有六折, 不过它又不是说全部食物都有六折, 有哪些类呢? 其实都有很多类的, 就是小龙包,南北点心, 汤类,凉菜,拉面这几类都有六折, 其实这些就是正价来的。 虽然它的单单只有五类, 是有六折优惠的, 但它每一类都有十样八样东西选择的, 所以加加起来也有几十样假。 我今次就选了四样东西, 四样东西都是有六折的。 在这里吃饭每个人茶位是八元位, 不过茶就没什麽味,一般的。 乐天王朝上菜速度都相当之快, 因为我们是三点钟进来, 是有很多客人一起在点菜的, 而我是等了一会才再去点, 我已经见到大家全部的菜都上齿了。 我点完这四个菜之后, 其实等了五分多钟左右, 它就四样全部上齐了, 有一两样是两三分钟已经上齐了。 我们先看看就是萝卜丝酥饼, 这个原价是四十二元, 六折之后就是二十五个二, 有三件。 上次在深圳吃过萝卜丝酥饼就很惊艳, 当时我们的拍档Tracy就把它撕开了, 撕开了镜头我就觉得很美。 其实这些东西最难就是功夫, 厨师的功夫上面, 很花时间, 但它的馅料又是比较便宜的材料, 所以就不是很多间餐厅愿意做。 我摸的酥饼它不是很热, 但吃到口里面是热的, 里面的酥饼是很热的, 萝卜丝一条条, 还有酥饼的质感各有不同, 拌出来很有趣好吃。 不过它的萝卜丝就没有深圳的萝卜丝那么好吃, 深圳的萝卜丝更大点甜。 如果大家来到乐天王朝记住点这一味, 特别是如果它六折的时候就相当抵食。 之后我们就看一样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 就是上海生煎包。 它原价是42元3个, 六折之后是25.2元, 有三个,价钱来说就算是划算。 就算了。 这样看来我觉得这个生煎包就好像挺厚的。 这个生煎包的皮就略为厚了一点。 它的肉馅是有的, 也有不少的, 再加一些汤汁这样。 但是它加上来我觉得就比较普通一些, 又不是说差, 不过就没什么特色。 如果来到这里, 其实这些味道都可以不用试。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招牌的食物, 就是王朝淡淡拉面。 原价是60元, 现在六折是36元, 看起来就挺划算的。 吃之前我们先拌匀它。 在我拌匀的时候我已经闻到挺香的花生味。 看样子就OK, 虽然就没什么料理了。 这个淡淡面它有很轻微的辣。 吃下去就不是说太过割的, 我想不吃辣的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的。 不过吃了口之后它会有少许弓鼻的感觉。 主要它就有多些花生味。 味道来说我都觉得可以的, 36元都可以的。 如果60元我就不满了。 而这个面的份量我觉得都算是OK多的。 而淡淡面的汤底我觉得是挺够浓的, 挺好喝的。 如果淡淡面它加重一点的辣味, 我觉得效果会好很多。 无论如何,36元这个淡淡面都可以吃一个。 这一味就是上海油炆筍, 价钱就是60元历牌, 六折之后就39元。 我们在深圳都吃了一次油炆粥笋, 那次份量就多很多。 这个上海油炆筍, 我觉得那个味道不是很够浓, 这个笋都算是爽的, 但就跟我上次吃的那个就差几远下的。 特别是它份量就不是很多, 如果正价我就觉得是贵了少少。 它觉得如果它价钱是39元, 都可以叫来试一试。 全餐是157.1元, 上一样东西都是有六折的, 再加茶位8元, 再加一个外卖盒, 全条数是135.4元, 加一之后就去到157.1元。 以我估计如果是两个人来吃东西, 人均消费100元都已经吃得很饱了。 因为我刚才没有久之前才刚刚吃了个午餐, 所以今天的战斗力就大受影响了。 我吃了这四样东西都吃不完, 还要打包回家。 我们总结一下, 这家乐天王朝的质素究竟是怎样呢? 食物质素我觉得是ok的, 是几好的, 特别是如果它在六折的时候, 就相当抵食一下。 而且它的地点在旺角, 在地站上面, 在亚南中心, 就非常之方便。 如果大家是离开旺角玩, 下午下午茶想吃点东西的话, 这间是一间很不错的选择。 不过大家要留意, 如果是假期的话, 它三点前已经很难去排队了, 大家就早点来拿票。 今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集我会再介绍其他地方。 感谢大家支持, 下集见, 拜拜。